大家好,我是仙游居士 这次我们去的地方是绍兴朱记的五蟹景区 这里是奇幻古装剧《水月洞天》的拍摄地 我是坐顺风车阴差阳错从北门进来 北门进的话基本上是从山顶往下走 常规路线是从南门坐船再上山 从北门进来后爬过一小段山路 你会听到花花的水流声 此时几个瀑布就在山下不远 走到这段向下盘旋的石板路 此时就到了月拢青山第一屑 它小小平缓 瀑布中间有一圆形水潭 直径约1.5米 古人称其为小龙井 并有诗句暂其曰 龙井凿石滩,圆云如结竹 紧挨着它的为《双龙出海》第二屑 落差7.1米 瀑布中间被雾石分成两半 古诗暂局曰 两龙真鹤不知应 亦是横空无度人 顺流而下 拐过这个大弯为第三屑 五个瀑布中它是最壮观的一个 宽阔平缓的瀑布浩浩荡荡而下 在岩石上奔泻跌倒 古诗赞其曰 雷奔电击驱神灵 天开咫尺通幽明 不过想要看到这样的场景 还是要在雨水充足的时期 顺着崖壁紧接着就是第四屑 它盘旋在山崖的沟壑中旋转翻腾 水花如猎马棕毛一般飞速抖动 所以古人称其为猎马奔腾第四屑 从旁边陡峭的石阶上下来 穿过这堵桥 下面就是蛟龙出海第五屑 水流在崖壁上倾泻喷涌而出 如蛟龙出海一般 此处的水潭由于既深又黑 所以被称为黑龙井 走过了五个瀑布 站在溪流边 秋季的峡谷里 各色树叶让这里更显湿起花意 之后沿着路往湖边走 大概需要20分钟 沿路一片片黄色的山树林 非常适合拍照 之后到达码头 就可以乘船欣赏湖里的景色 下了船 在南门入口的枫叶 已经呈现出它最美的红色与黄色 我想这就是秋天里 我们最想看到的颜色吧 到最后有从但是从的 我们下榜过来 到最后点见 到最后点见